大家好!我是Uncle Wilson, 松松哥哥 今日, 松松哥哥想教大家设一个三个英文字幕的生字 这个字呢, 就不是那么容易可以用到Phonics按 generally 那究竟是什么的生字呢? 就是, 眼睛啦! 好,眼睛呢,我們英文叫做Eye 那兩隻眼睛就是Eyes 好,那究竟Eye有什麼難呢? 是不是很難串的呢? 我們來馬上看看 好了,今天我們有一個人頭在 這個人頭是誰來的呢? 好似蟲蟲哥哥啊 哪裡似啊? 當然不像啦 他沒有戴眼鏡的嘛 好了,那這個I眼睛我們會怎樣串呢? 首先我們會把他的眼睛畫一畫 就好像我們上次串Elephant 我們會在他的眼睛畫一畫 今次同樣都是E 左邊眼睛E 右邊眼睛都是E 嗯,眼睛其實是一個三個英文字幕的字 相對簡單 但是呢,有些小朋友會撈亂了 串了YEY的喔 那我用這個方法呢 你們就會記得 嗯,中間會是Y 為什麼呢? 你看看這個 這個重重哥哥 他中間皺了眉頭 好像一個Y字一樣 還有一個長長的鼻子 所以呢,左邊眼睛是E 中間皺了眉頭 一個長長的鼻子 就是Y 而右邊的眼睛也是E 那所以我們呢 就可以串得到 原來眼睛就是E Y 和E 那如果有小朋友串錯了 YEY 那是怎樣呢? Y E Y Y 蛤? 那不就是 這個人有 兩個鼻子 只有一個眼睛? 蛤? 喜歡Uncle Wilson 重重哥哥的小朋友 可以留言告訴我 你還想學些什麼英文字 Like 和Share我這條影片 和Subscribe我的頻道 叮叮